假如你得到了一部可以改变命运的手机 手机里面有个特殊的红毛群 群里有七天大圣 牛魔王 嫦娥仙子 八王相羽 而且他们会在群里不定时的发一些红毛 比如七天大圣会发他的红毛 可遂使用者心意变化形态 太上老君会发八卦演化神文 拥有者可不及凶祸福 忘记于兴衰 你第一个红毛抢到的是七天大圣的红毛 红毛提示获得三根如意红毛 红毛还能发毛 你脑文字的问号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你找到了白宝箱的图标 一点进去 屏幕上就出现了三根金色的毛 下面还有一行文字 如意红毛 可遂使用者心意变化形态 是否提取 一点了提取 搜的一声 金光一闪 你的手里便多出了一根金衬衬的红毛 我操 这什么鬼啊 你被吓得大叫 再一看手机屏幕 三根红毛只剩下了两根 你就算再没用过高档手机 也不可能傻得相信手机能传送物品啊 这完全是违背科学的呀 难道那群神经病是真的神仙 可是为什么会有湘羽和牛魔王呢 这两个鬼可不是神仙啊 你非常纳闷 扫了一眼群名称 赫然写着三界红毛群 所谓三界 是指天界地界人界 也就是说 除了那些神仙之外 还有很多人类和妖魔在红毛群里 关公秦琼 霸王湘羽 那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全都在群里 最让你懵逼的是 居然还有李白和杜甫 至于妖魔这一块 也有很多你熟悉的 牛魔王百股精 蜘蛛精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怪不得会有红包刷屏 而且你还总抢不到 原来这群里有数万个成员 你原本是青藤大山的一名学生 这部崭新的手机 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女朋友冰冰的 姚冰冰以前做梦的想要一部新手机 她现在却不屑一顾地说 这破手机我不要 从现在开始 你被我甩了 你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完全不敢相信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 为了买这部手机 不断逃课去兼职 还把生活费省下了一半 辛辛苦苦攒了小半年前 结果竟换来这样一个讽刺至极的结果 你咆哮着问他为什么 姚冰冰提起手上的劈包 因为你穷 而为限量版把你卖了都不够买 我新男朋友一刷卡要多少有多少 这理由够了吗 说完姚冰冰转身上了身后的包码 车门打开 你发现你们驾驶卫坐着的 正是你的同班同学 史明威 史明威从车里伸出一只手 朝你竖起了中置 小农民 就凭你也配跟我斗 说二人就驾车离去 史明威 你个畜生 你的双眼几乎会要喷出火来 这家伙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 平常就非常喜欢欺负你 没想到暗地里还挖你的墙角 简直欺人太甚 你在心里暗暗发誓 这个丑你一定要报 而且早晚有一天 你要让这个薄情女 跪在你的脚下说后悔 就在这时 那全新的手机竟然自己亮了起来 所有手机屏幕开始 接连不断的弹出信息 你仔细一看直接懵了 嫦娥仙子发送一个红包 牛魔王发送一个红包 霸王项羽发送一个红包 发送红包的信息凤空刷屏 就像红包不要钱一样 你下意识地以为这是一群神经病 名字也太逗逼了 但还是以最快的速度 打开了聊天软件 因为你现在已经穷料吃土了 能抢一分是一分 手慢了 红包被抢完了 手慢了 手慢了 你一脸郁闷地看着手机屏幕 尽管红包依然会再刷屏 但你却什么都没抢到 这群神经病 难道都是单身30年的手缩 那我还抢个毛啊 你备受打击 但却拼命加快了手指速度 叮 恭喜 抢到七天大胜的红包 获得三根如意红毛 你存入外包箱 你根据提示 取出红毛 将红毛捧起 心中默念 有本事就再给我编织手出来 让我抢红包 默念完 你就对着红毛吹了口气 于是 你就真的长出了另外一只左手 而且有血有肉 活动自主 活了个大操啊 这下已经可以完全确定 三级红包群的真实性了 但你却被弄得欲哭无泪 好死不死 取这傻傻愿望干嘛呀 多出一只手以后 我还怎么接人啊 难道要自己多手吗 叮 距离如意红毛失效 还有三分钟 幸好有时间限制 吓死老子了 你如何大赦 想想也是 如果红毛不会失效 那直接吹几座金山银山出来 后半辈子都可以躺着过了 你妈 忘记小红包了 你一排脑门 立刻三丑齐用 疯狂点击屏幕 这可是货身驾驶的神剑群啊 就算抢到根毛都是宝贝 绝不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手消失的瞬间 手机连续震了两下 你直接兴奋的跳了起来 抢到了双赏 叮 恭喜 抢到太上老君的红包 获得八卦演化神闻 以存入百宝箱 叮 恭喜 抢到越老的红包 获得三张姻缘符 以存入百宝箱 你一脸框戏 简直爽歪歪了 随后刷屏的红包逐渐停息 聊天窗口弹出一个头像 太上老君 各位导友 大家晚上好啊 今天是三界先往开通的好日子 从今天以后呢 这个三界的红包群 就是我们新的乐园 玉皇大帝 老君说得好 唐僧 顶楼上 霸王项羽 顶你个废啊 接着发红包 牛魔王 玉玉 我刚抢了一套 泥伤金履衣 现在就给你发过去啊 玉面狐狸 好的牛哥 么么哒 铁商公主 三把菜刀 群里开始猪水 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红包了 你也可把自己旧手机的卡 换到了新手机里 然后迅速冲向了公交站 就连刚刚抢到两个红包 都没有心思查看 你现在只想做一件事 就是把所有羞辱 加倍奉还 天歌后 你来到了大富豪KTV 今天晚上是姚冰冰的生日 沈明薇为她开了一个豪华大包庆祝 同学朋友请了三十多人 热闹非凡 亲一个 亲一个 九哥三巡 终日范纷起哄 想让沈明薇和姚冰冰亲热一下 这次包装门突然大开 你迈不走了进来 你怎么来了 这里不欢迎你 姚冰冰冷声道 小农免 你还不死心吗 冰冰爱的是我 你再胡搅蛮缠 只会自取其辱 沈明薇一脸不屑 你摇了摇头 你们误会了 我想开了 我和姚冰冰不是一类人 勉强在一起也没有幸福 我愿意祝福你们 特地来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 算你实相 要不然我分分钟玩死你 沈明薇嚣张的一笑 刚才进行到哪了 我们继续 亲一个 亲一个 舌大少 来个法师山稳 必须亲个三分钟啊 作为众人纷纷开始起哄 并拿出手机 准备记录一下 这幸福甜蜜的一刻 沈明薇一脸装逼的走过去 用手抬起姚冰冰的下巴 然后沈明薇撅起自己的大嘴 深情的吻了过去 与此同时 你捧起一根如意红毛 心中低吼 给老子变一坨热乡 去沈明薇嘴里 你吹了一口气 如意红毛神效发挥 迅速飞向沈明薇的嘴里 威哥 你嘴里是什么呀 姚冰冰愣了一下 满脸疑惑直色 沈明薇突然感觉自己的嘴里 被某种奇臭无比的东西充满 腮帮子高高鼓起 噗的一声 将一大坛又黄又稀 又臭的便便 喷得姚冰冰满头满脸都是 看到眼前一幕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完全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卧槽 石大少 你怎么吐屎了 你扯着嗓子吆喝了一声 然后打开相机 疯狂地按下拍照快门 记录下这重口味的瞬间 屎 石大少吐出来的居然是 呃 不行了 我要先出去吐一会儿 卧槽 这都能吐出来 太他妈恶心了 快让我出去 我要窒息了 小伙伴们拼命逃出包厢 石明薇还像个傻逼一样 眨了眨嘴 尝了尝味道 才确认真的这是 他猛地到那双眼 与带肉目击的姚冰冰 对视了一秒 然后两人同时弯下咬 疯狂呕吐起来 叮 剧烈红毛失效 还有三个小时 这么长时间 够怎么受的了 收到信息提示 你赶紧捏着鼻子 逃离现场 冲出KTV之后 你便哈哈大笑起来 想想姚冰冰的 无情无义 败尽势力 再想想史明薇的 欺人太甚 嚣张跋扈 你的心中只有一个字 爽 当然 爽归爽 但你绝对不会忘记 今天能出这一口气 全是因为三界红包群 如有红毛 真是个好宝贝啊 只可惜剩最后一根 必须仅心使用 现在先去找个地方 看看另外两样新宝贝 你冷静下来 立刻跑到了KTV侧面 一条没人的小普通里 先来看看太上老君的 八卦演化神文 太上老君可是三青之手 TV超高 他发的东西 绝对是一流宝物 你打开百宝箱 充满期待的按下了T恤 嗡的一声 一道绚丽的光芒 便从手机里涌现出来 并且在你面前 开始演化变幻 太迪两一四项 五星八卦 十天干 十二地址 二四节气 诸天星宿 世间万物 一瞬之间 演化一方宇宙 帅啊 这比好莱坞特效 炫苦多了 你折舌不易 听八卦演化神文 拥有者科普及熊祸福 忘记运行帅 测风水格局 是否使用